字幕主持善仲佳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集的 《射爆香港》 我是节目主持善仲佳 今天又请来我们熟悉的朋友 莫乃江先生Charles Mock 和我们跟大家讲讲施政报告 Charles有几个身份 一是公共专业联盟的 现在是副主席 好似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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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你们好像发表了一份 来界特首选举的 所谓选举政纲的范本 待会我们可以谈谈 不过今天找你们来 最主要是讲讲施政报告 两天前 政府特首财阮 发表了施政报告 不算历来最长 即是说了两个小时 喝水很多次 说到气道吉 抹汗 我全程都听了 但是我也是 你听到滴汗 我作为IT界 即过去的立法会代表 当然我特别是 选择联盟 看看有没有跟IT有关 我听了一声 怎样开逼土地 说这个数据中心 我还记得 我跟你有分一齐 大概2008年 我还在做立法会的时候 2008年之前 之前 2007年 其实2006年已经开始谈 是的 其实很早 六七年的时候 跟你一起去过科学园 还有工业村应该说 主要工业村 游说政府怎样增剔土地 就是给香港发展数据中心 那时还未有一个名词 现在好行 叫做 云端云船 现在国家十二五规划 整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 做云端云船的基地 是 香港 最初我和人们说 云端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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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云 现在可能开始认识 我想问你 数据中心 政府是否 好像 抽下梁振英水 抽下梁振英水 今天做比明天做 是不是数据中心 是否已经是 迟来的春天 不会是迟来的 不过是迟来 不过是不会是太迟的 因为我觉得 好彩 好彩就是 这个资讯科技的东西 始终是一个 移动的标靶 定目标 即是你迟来的 你可以追的 但迟来 你不是丧失了之前的机会 你本来可以领先别人多些 现在就领先少些 或者被人追过了 要追回别人回头 你说得很对 说一下故事 好 说一下我们那时候 2006年开始的故事 好 你记得 2006年 就是那时候 其实很有趣 因为2003年 大家记得 其实是整个经济的周期 2003年 SARS 2004年 我们经济很差 接着很短时间 就跳回头 这段时间 我们讲楼宇 房屋政策 经常都讲这件事 其实IT 跟着整体经济 完全是见到同一个追逝 所以特别是去到2006年 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很多外资公司来到香港 他发觉 我不是只要你 IFC很漂亮的写字楼 我需要后勤数据中心 很贵 为什么突然之间 原来这么贵 原来 贵也不是这么贵 找不到地方 他贵 原因就是因为 做数据中心的公司 他找不到地方 于是那时候 已经有些外资的 数据中心的公司 就是来找我 和找你 找我的原因 当时是因为 我出身 也是做互联网供应商 所以比较熟 他们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香港工厂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空置 但是原来是 因为很多原因 是不可以 路顶 电力 或者电信网络 或者最简单的一件事 是震 香港那些货柜车 一会儿观塘那边 旁边有条地铁线 在这里经过的震 震 你不可以做一个 高端的数据中心 于是原来他们找过 全香港九成九的工商业大厦 其实空置也好 是不可以用来 即时转换做数据中心 他就说 那些外资公司说 我有钱 我建了 我买地 没有 他跟政府说 法国科学员管理的工业村 其实是有地的 但是 很多的制蚤 很多的原因 行政的原因 就是不准他这样做 最主要就是 因为不可以拿来分租 是的 所以那时候 最先约见 这个创新科技署 因为创新科技署 创新科技署 看科学员公司 就管理工业村 就跟他们谈 谈了一大轮之后 官僚就告诉我们 就说 我们会做个顾问研究 就叫我们走 那些互联网工商 数据中心公司就说 喂 你需要什么研究 我们研究了 真的租不到 真的没有地方 正在拍门找米 是的 你还在研究些什么 等于现在 每个人在住劏房 他就说 我研究一下 你们用不需要上楼 我还在研究些什么呢 我是用家 还是我是受害者 你还在研究些什么 他就是为了做研究而研究 或者要让顾问公司做些事 赚钱 总之就讨论 于是我们就不等了 我们记得那时候 2007年 2007年初 我们就约了 当时 现在还是科学员公司的主席 Nicolas Brook 上去你那时候 在立法会的写字楼 开会 就联合互联网公司 就说 喂 不行 Nicolas就算好了 因为他其实是做地产 他就明白 他说 我明白 我们在印度 在其他国家 都懂得数据中心 我说 喂 你明白就好了 怎样搞定它 可以 我们跟地政署 跟其他人去疏通 去立进办法搞定它 搞了很久 其实到年中 他已经开始把头一两个地 在工业村拿出来 就有一幅在大埔 后面有一间电信公司 拿出来做数据中心 但是量很少 业界都说不够 一直到现在 说了几年了 07年 现在四年多了 2006年开始谈 2007年 我们跟阿里格斯伦见面 现在是2011、2012年 差不多四年再四年 后面就是五年多六年了 终于政府说 拿出两公颈的地 就是在将军澳建数据中心 其实政府未说这两公颈之前 如果大家有留意消息 近这一年 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数据中心落成 或者在计划之中 在将军澳出现了 包括有香港最大的银行 施智银行有一个 很久了 施智银行有一个 三四年 三四年 也是第一批的 接下来 凌年就交易所 不过那些都是 自己起给自己用的 或者交易所 就起给交易所的客户 即那些股票公司等等 去用 但是真的公开 去给外面的数据中心 即是给外面用户 来用的数据中心 今年初开了一间 刚刚早一个月 就动土而识 可能再等多年多两年 另一间外国的电讯公司 就会有一间起到 现在政府就多给两公颈 两公颈 即是起到多少间 两公颈 其实最多起到 都是两间三间左右 其实未必真的好 有些人就说未必很足够 其实我去看这件事 如果个个人知道市场上 几年内有什么需求 就真的发达 但是我猜开先来 Google是否前几轮半 没错了 Google就不等 Google就是早两三个礼拜 就宣布 花了一亿多的港币左右的钱 自己买块地 自己买块地 在九龙他就没有说在哪 不过我相信就不是工业村 因为工业村的地 应该是不能买的 只是政府长的高约造型 可能是九龙湾那些地方 可能是 他又没有真正式宣布 只是港租银马和三个地点 就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很明显他是看重 亚洲中国以外 即是中国内地以外的亚洲市场 他觉得这些地方要重点放在那里 中国内地就 你知道Google有很多问题 他们就可能另外一个客户 其实很多地方 我又科技一下 很多机构 很多公司 都想要搞云端服务 Cloud services 我不知道 Amazon Amazon 或者Amazon Apple 都有iCloud 那些公司 如果要来的时候 那些公司 当然 日本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市场 他们自己本土需要 不用说了 不止本土需要 他们其实现在要摆出国外 因为地震 各种的天然灾害 他其实要输出需要 他输出需要 是的 实际上 可能是 东南亚 可能是几个地方 台湾的地震 当然都会等一些 我相信 新加坡和香港 是一个自然选择 对国际公司来计 当然可能有些公司 可能肯去的 就是马拉那些 Super Cyber 那些 Super Corridor 其实香港 是不是真的 还有很大的需求 香港是的 因为始终 香港和中国 是靠近 虽然我们 仍然在中国的 防火场以外 对不对 譬如 好像Google 他说他有很多服务 在中国 是被人禁止 或者不方便 入不了 久不久又不行 好像这两个星期 就说 Google Market 在上面的 Android Market 就上不了 所以没办法 但你放在香港 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始终我们 在防火场外面 但是 近 始终 如果防火场 这个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 这个中国内部事务 他要禁止 在里面 在里面又禁 在里面又禁 但是我越近 他不禁止那些东西 我进去的成本 始终是便宜 快点 你说这件事 新加坡可不可以 和我们竞争 不过都很有限 我常常用飞机的 譬如我要直飞北京 你说去新加坡 抢到我多少 直飞北京的航线 我在美国特意飞去新加坡 然后兜过院 才上去北京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地理环境 实际是有帮助的 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 所以你说 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的金融中心 经济中心 商业城市等等 其实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商业城市 是同一个情况 你说纽约等等 其实他们都有很大的 数据中心的要求 我现在在旁边学 以前我都不是这么旁边的感谈 政府的硬是慢两拍 是不是 两拍就好了 现在是四拍 一拍四 是八年 他是慢的 他是慢的 就是我们今次 用数据中心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他想法之为的程序 业界正在做这件事 我告诉你 我需要 他第一样想 就不是 我听完你的话 甚至乎 我用最快的方法 去看看 你是否有这样的需要 他第一样就是想 我行政上很烦 我现在的政策是这样做的 我又要涉及地政 改某些使用的条款 或者那些惯例 我要搞到另一个部门 不如最好就不要搞 那就会拖我们 另外 或者他为了要达到 令到另一个部门 都肯和他合作 他第一样想 我要做顾问报告 其实我们很激气 每一次做顾问报告 我们很好合作 就是他又会找到业界 他花了几百万 然后问回我们 然后问回我们 说回一样的东西 给那些顾问听 说得差点 顾问初初进来的时候 就不懂 我们又说回那些东西 他就认识了 就写回那份报告 然后政府就拿着那份报告 去和另一个部门去说 其实真的可能有这样的需要 对整体经济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之后 你去到09年左右 他就开始说活化工厦 活化工厦部分 都是为了数据中心的需要 于是他旧的那些 他就这样做 新的地在工业村 他又开放给你了 说得来就是四五年 是 数据中心似乎 虽然厚知厚觉 做了都好的 都好过不知不觉 但两公斤也是少 我想最大的问题 我不是想估计 他两公斤是否少 还是你最好 就是预留20公斤 给我 有些业界人士 有些议员又说 不如应该要求预留20公斤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大家提出数据 我觉得去到这个位置 你提出2公斤 我提出4公斤 是没有意思的 其实我和观众说一下 什么叫2公斤 维园这么大 就大概是20公斤 西九龙大大就是40公斤 大体2公斤 就是大概是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一般的数据中心 近年在将军澳建的数据中心 大概就等于一个大厂房 差不多的地方 因为数据中心 通常不会建十多二十层楼 以及工业村都不会建 两三层 所以其实地面面积 需求会比较大 而且它建出来近年 那些中大型的数据中心 是最少30万呎以上的 只是数据中心 未计写字楼的内容 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写字楼 或者同事要坐 所以其实是需要多少地方 但是我想我现在 大家说10公斤 还是20公斤 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 最重要是有没有长远规划 政府是不做长远规划的 我们看新加坡 或者一些其他鄰近的国家 新加坡最清楚 因为很多我们相熟的本地 和外资的数据中心 新加坡政府主动去找他们 不如你搬来我们做 跟香港差不多 海底电纜现在这么快 这么多 这么便宜 于是 我和你规划十年二十年之后 其实你想要多少地 和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 我们现在和你规划二十年之后 我可能要开哪个地 一早就要有规划 不是每次给你两公斤 Charles 我又和你讨论 其实我自己有感而发 我都要说两句 因为政府我记得大概两年前 因为六大产业去年才报告说 两年前的时候 温总就来想当努力说 香港的产业基础很狭窄 那时候也想过六大产业 那他想了六样东西 坦白说你都背不出 人家拍到门口了 求你香港了 麻烦你帮我搞定地 我来投资做数据中心 其实数据中心 其实是带动很多其他行业 没错 其实不仅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第一 它是做很多储存的数据服务 但是有了数据中心 才可以衍生到很多云端服务 衍生到很多公司会卖系统 买电脑 买所有的基础设施的仪器 电讯公司要拉线 电讯公司会多了生意 然后可能带动了很多 我有些公司可能要做 写应用程式 写一些基础软件 要提供支援 又会在香港那裏 数据保安 做保安 其实整了个中心 其实有很多保安问题 又要做 当然不是在数据中心 自己本身请多少人 如果只是这样计算 数据中心没有人 不多的 30万呎的地方 可能那裏请20个人 可能真的去做技术工作 已经足够了 但它带动很多东西 完全同意 我们说了数据中心 但整份施政报告 除了数据中心 因为我听施政报告的时候 啪 我以为正方睡醒 所以我才提出 除此之外 你看完整份报告 有没有什么地方 跟IT有关 其实我也觉得 想当年 十年八年前 不止八年 可能是十年前 每一次施政报告之前 你都可能记得了 第一 政府官员 就会预先打电话 给我们这些多多话说的人 预先跟我们说 今年就有些什么 很棒 这些新的对于支援 IT高科技的措施 这类有什么基金 先跟我们说 预备我们 如果晚点有记者 打电话来的时候 说两句好话 怕死我们不知道 近这两三年 已经没有了 我也记得没有 是不是真的没有 是因为少了 没有东西可以说 第一 他不找你 记者也不找 前几年 我们真的要做很多功课 一做 施政报告 那天在听 听完之后 立刻下载文件 做好功课 有十几样东西 政府说做 可能媒体 希望拿一些评论 今次 有数据中心 今次是一样 但除了这一样之外 其实严格来说 实际来说 其他完全没有新的措施 我听过电子教科书 有没有关系 电子教科书 其实他也有提到 写了两句 写了两句 坦白说 都是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第一百二十项 使用电子学习资源 以成为教学大趋势 除了为了学生提供互动性学习模式 可以提高编辑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唯一新的措施 就是他说 其实都不是新的措施 教育局在年中成立 已经成立了的 学与教资源 学与教资源 检讨工作小组 会探讨各项措施 以善用电子学习的优势 优化教科书的供应 就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 就是没有什么说过 提到有个标题 就是那句 政府会致力发展电子学习资源 但是这个问题 我都和很多 包括这个范畴 涉及很多人 家长、学生 都不说了 学生就是没有什么 话事权 小学生 但是譬如书商 譬如电子 只是做电子教材的 一些比较类近IT公司 但是都是做电子教资源的公司 以至到学校老师 我很多都近年都和他们谈 大家各有意见 但是大家其实都很 我最初以为 很多的书商 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就不想搞这些电子教育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他们愿意的 其实是他们愿意的 不过是政府 有很多政策 一直都不肯改 只是说其中一样 很失望 今次也没有提到的 就是審书制度 很多的电子书商 跟我说过去那两年 審书制度 其实是令到他们 很难做一些 纯电子资源的教学资源 是令到学校用的 因为学校和家长 会觉得審书 就是询过这个Q-mark 你叫我用一个电子版本 而没有这个Q-mark 我是很困难 但是大家明白 这个制度是这样的 现在教育局 是不審电子资源 就不会做審书的过程 只是審一些 整本真是一本书的书 于是 我最初就以为 是不是一些 一些教科书的书商 他就想抱着这个制度 等他们的教科书 審了 就有Q-mark 然后就加张光碟 令到一些新入行的 一些电子资源公司 就没有得斗 原来不是的 其实他们也想看到市场大一点 他们也会看到 就是说 如果真的可以全面开放 甚至乎 政府既然说 现在審书这个制度 是在电子 学习资源是没有需要的话 他说 你在普通教科书上不審 其实他也完全没有反对 当然 家长学校可能有意见 他经常觉得 有Q-mark好 但是你真的要书价可以下跌的话 你是要做一些大 在政策上的一些改变 但是政府就不敢做 因为一动 他就害怕 死了 家长会不会又这样说 可能我去教育局 会不会有一班 做了好几十年審书 那些人又要不知叫他做什么 又未退休 那怎么办呢 就站在那里 我们是否等審书员退休 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 我不知怎样 我自己觉得 真的 小孩子越来越大 科技比政府政策的转变 政府怎样可以追随科技 当然了 教书就不一定要用这个 不一定要这样紧贴的 但问题就是 时代已经转变了 我记得我做那个 政府讲电子书 是2008年的时候 是 三年前 我刚刚离开立法会 政府找我去做一个小组 讲电子书 和所谓的课本教材 做了一年多 再出了一个报告 这一年之后 那时当然说要大力推动 但是开始有抗议 抗议 抗议 但是每间学校给了些少钱 但实际我们讲笑 就是说 连他多换一条宽频都不够 每间的钱 政府也是不够大 都不够 派钱 每人六千元 够快手 但是这些投资教育 似乎真的 但是 两声大雨点少 香港其实 有条件可以令到香港的学生 可以跳出来领先 你只是说韩国 韩国已经是 当然他有他的一套做法 可能我们觉得他不够开放 但是他订了一只牌子 那当然是三星 那就是说 每个小孩有一个平板电脑 三星 所有的内容 全部就在这个平台上提供 就已经是推出了 那你就搞定 那你就说 我们的俗重在这一样那样 搞过电子学习支援计划 又搞出一个大头发 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就 我回来休息一休息 然后我一会讲一些 小孩读书的分享给你听 现在电子学习有什么影响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来到下半节的 《射爆香港》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讲这个私情报告 我们请来一个 集中是讲 就是私情报告 和科技有关 请了Charles Mock 即是莫乃光 计划计界人 和公共专业盟的副主席 上半节我们讲到 数据中心和电子教育学习 跟着说韩国已经应用了 用平板电脑去到全国的应用 非常羡慕 实际上也坦白说 我有个小朋友 在美国读书 韩国实际上这几年 看到那些留学生的水平 上得很快 当然社会也富裕了 社会也相对富裕了 香港的同学 比不上学院 但是别人的学生 当然他们的学生 可能英语 还要上来 但是其他数学 其他学科 三十四十 一点都不可以 不单只是不落后 还是一些所谓 明年前占 是很厉害 所以会不会跟 所谓电子学习有关 但是我想 科学的东西 或者学科的东西 这些器材 是会有时候 方便了 工育善其事 必先离其器 接下来我们不谈教育 谈谈如何推动工业 或者推动中小企业 好像这个报告里面 提到一个叫做SERAP 当中有些事情 可以去讨论一下 首先介绍什么是SERAP 其实这个施政报告 第一百六十点 提到政府 会检讨SERAP 中文是小型企业研究支援计划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供给一些小型公司 所谓小型公司 限制你可能是新成立 和人数方面的一个数目 可能在几十人以下 这些公司 如果你进行一些研发的工作 一定是研发的 不只是给钱请人去卖西饼 但是你做一些科技研发的工作 它会给一些借钱的一个资金 你是要还的 不过有间公司 譬如不幸不成功 就不用上身 其实挺好的 但是这个计划 已经运行很多年 亦有很多公司 有参与和受惠 上限近年 由200万增加到 如果没有记错 就400万 所以很多公司 都有参与和受惠 但是这些计划 他要做一个检讨 其实检讨是可以的 不只是检讨这件事 他这次也有提到 有一个R&D的 现金回赠的计划 两十年前左右提出 如果有些私人企业 做了这些R&D 政府会退回一些钱给他们 或者资助他们 配合他们的一些投资 这些计划 简单来说 在香港这类的计划是有的 但是本身已不足够 以及官僚体系 行政的过高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检讨 第一件是检讨这个地方 就是行政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刚早两晚 我自己参与另一个学会 香港互联网协会 我们举办了一个论坛 找了几个年轻人 四个都是80后的 除了有一个 七到尾 他们四个都是在香港创业 做得挺好的 其中有一位 甚至乎是刚刚离开学校 大概三四年 他们出来说 其中这位刚刚出来三四年的同学 叫Ben Ben 他跟我们说 其实政府最好不要做这么多事 最好不要阻止他们 虽然他是有受惠CRAP的计划 他真的有用 但他说 为了去拿他们的资助 他那些文件是半尺厚的 那就花了他们很多资源 花了很多时间去填表 是的 你资助他去做事 接着你要去填几个月的表 花了很多精神时间 不过他又如何 我又做Defo Web記 总不能给你钱 然后什么都不用交代 不是 首先故事就是这么说的 我先说了他说的一套 我觉得是要平衡的 他说他是受惠的 他承认的 但问题是 他最后一笔的款项 他已经离开了计划 即是毕业了 已经超过半年了 但他说 那笔最后一期的款项 因为各种文件行政需要 是他离开计划 大半年半年后才收到 他说如果靠他吃饭便会死 他就用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例子是私人市场的例子 就不是完全跟政府一样 但我想我们要想一下如何去平衡 尽量减低政府的行政的 overhead 他就说全世界有一个很出名的 incubation 即是一些枯化计划的私人公司 叫做Y Combinator 很出名的在美国 其实不少香港比较好的创业公司 都被邀请 跟全世界一样 这间公司 美国很邀请他们去交流 如果真的见到你好的 他可能会考虑合作投资 或者邀请你去做枯化计划 里面的一个被枯化者 Bang就说他们又被邀请过去那里 他就很开心 别人说 邀请你出了机票 各样东西 邀请你过去几天做交流 他们当然去了 他去了 他就留了机票的各种酒店 那些单 就想着 他说最后会回应付给他 他最后做完计划 他就在那间公司 跟他们的行政的人就问他 你花了多少钱 他就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他就立刻写一张查评给他 他拿着单 他就说你要不要这些单 他说不用了 走 因为为什么 那个合理都要单 原因就是因为 他计了一条数 你应该付出多少 你是在哪里来 你骗我 说在香港来 即是他有个别的 哪里 哪里 我不跟你说 这个当然私人企业 弹性大一点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就说 我们公司的原则就是说 我创业者要成功第一要素 减低你行政的过程 让你专心去做 你应该做什么 我知道 但是因为其实 香港的制度 你知道有一个 计划 有一个所谓的審计 審计 几年前也有審计 这些类似的计划 发觉有些成功率很低 于是 但是也所谓的监察不够 你那个想法 大家去争吵一下 很震荡一下这个问题 成功率是低是正常的 如果单单都成功 就不用政府资助 但是成功 不成功那些 是不是浪费的公共资源 不是的 你看看新加坡 他们其实 那个成功率 随时比香港那些资助的机构 但是他就说 这是中国人说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不是中国人的 是孙中山的 孙中山的 孙中山是中国人 是 你真是 即是近代的中国人 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让你去学习 其实我比我给你6000元 我比我给你纵援 我给你一份工作 对政府又减低失业率 其实是百利而无一害 你要行政需要 是要解决不好的人 骗你钱 但是如果我不是骗你的情况 我不应该骗你去罚你 就是令到你的行政 是做很多无谓的 这个平衡是要抓的 明白了 现在他的检讨是两段 即是其中一段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定期要检讨一下 其实说真的要检讨 就不只是这一样 政府放在研发那里的钱 其实是很多的 不论你放在Astri 即是应用科技研究院 放在整体ITF 即是Innovation Technology Fund 创新科技基金等等 其实每一个都是 几十亿 几十亿 摆下去 当然使用的速度很慢 其实远远慢 派一次六千元 但是这些基金 是否这些钱是用得其所呢 真是令到我们看到有结果出来呢 会不会可以做得好一些呢 这个是要研究的 好 抄长 我们说过几件事 还有没有其他 翻译一下整份识刑报告 你说不出和ICT有关的 有哪些 或者ICT加科技有关的 有什么可以再评讨 其实不多的 因为我反而有一样 很希望见到 但是没有见到的 就是在教育方面 因为近年我自己都发现 很关注 有些学界的同事 在IT方面 譬如教电脑 工程 那些同事跟我们说 很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 怎样才可以令到 不单止是多些 成绩好的学生 肯进去读IT 根本他们的位置是少了 我们做行业的 现在很清楚的 我们公司去请人的话 如果请低层基层入职的同事 经验低的纪念 或者新毕业的那些很难 但是如果请二十多年经验 那些很容易 他们很好 其实是很有经验 但是我们的行业 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之不健康的 好了 但是最少我说 我真的要一些基层的 新进来的 但是呢 五张东西那些 我和你那些 是 四张多五张 周街都是 你都不要想着 出去找一份IT工 我和你都是 很难 因为 所谓的供应有很多 供应有很多 供应有很多 但是可能 可能 那些机会 那些产业 因为一直来说 发展得不够健康 变了 真的 那个尖是尖得很重要 变了 那些机会少了 产业不够健康 不够阔 不够大 但是呢 基层的需要 一样有 我刚才说 税举中心 那么多人写网站 那么多人现在要APP 很多公司 请都请不及 就是那些人去 现在写一些MobileAPP 那怎么办呢 不懂就学 其实学到 做到 但是请不到人 我其实早前 都和一些大学的教授 去讨论这个问题 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的学生 是不是百分百就业 是的 每个都真的百分百就业 IT出来的那些 不过 当然很多时候 他又说 不知为什么 你是家长 你的子女都入大学 现在的 好像你这样的家长 很多 会跟儿子说 你读什么都好 你做什么都好 不要做programmer 不知为什么 不知父母 是不是很了解这个行业 就觉得 不要做这一行 但是 但是 每个人都很崇拜 Steve Jobs 是的 不知为什么 Steve Jobs以前也是做programmer 不要开玩笑 他那时候也是 跟他拍档 两个人就在这 教主 砌机 寻program 卖给人二十多三十年前 美国最有钱的那几个都是做IT 其中 Steve Jobs Bill Gates 等等 不要说他们那些 但是香港原来 在沙士之后 在好几间的大学 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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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沙士03-04的时候 那些毕业生 实际上 那时候是有困难的 找不到工作的 就是沙士那时候 但剧沙士那时候 很多行都找不到 就是了 IT被缩了 缩了之后 去到06-07的时候 就开始 劇中 到08-09 09-07-08 经济好的时候 找不到人了 请不到人了 请不到人了 但是 减了 但是就没有加回 我也问那些 IT 即是教电脑等等 那些教授 其实香港那个 大学撥款的制度 它缩了你 是因为什么 它缩了你 就是因为当时 可能的需求 他们觉得小了 需求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报的有多少人 以及报的那些人的成绩 是怎么样 低落了 这个很不幸 香港可能很多人 也有些父母 叫他不要補IT 那些全部去读金融 甚至读市场 甚至读市场 好了 于是那个下降了之后 我问他们 那怎样才可以升 现在很明显 我们请不到人 你做一个人力需求的 一个测试 甚至久不久 我们看到报纸社 那些HR 那些人力资源行业的报告 他说哪个行业 现在加身加得好的 这两三年 根本IT 必定榜上有名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就问他 很明显 市场现在不够人 怎样加一些 毕业生的数目 他说 加不了 他说除非现在突然之间 他其实是UGC 看的 但是他的制度 不是看他出市场 是否一定要一个可持续的供应 他也不是看市场 现在是否突然之间 很不够人 要训练多些人出来 他只是看 就说 看看报纸的学生 那些什么分 如果突然之间 AABB的学生 都转了来 因为Steve Jobs 都说要读IT 他就说不够位 我加位 原来是这样的 完全是 不过可能 过几年就不同 过几年可能 好像你所说 Google 下来香港交云短分算 又要请人 但问题是这样 除非整体的大环境 你的家长 最重要 因为我没有弟弟 你的家长 突然之间 整班家长都说 个个都要训IT 于是子女又听话 个个都不论金融 去训IT 高分那些 即是你儿子那么厉害 我也是家长 我要跟家长说 其实小孩子读什么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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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说话最重要 最重要 他自己喜欢 其实他自己喜欢读什么 这是先决条件 他不喜欢读那样东西 你逼他读那样东西 到头来也是 效果不合 尤其是为了短期的 就是说这一行最吃香 还是赚钱最多 是 这个 这个真的 我想跟你说 你戴几顶帽 当然你在IT界 很熟悉的朋友 亦都是在街市界 很弱 但你也是戴另一顶帽 是公共主义联盟 从ICT 或者来比较 公共主义联盟 这次的评论 有没有整体评论给我们 我想我们公共主义联盟 除了刚才说的IT方面的问题 这份施政报告 其实没有解决香港一些 我们近年大家都经常评论 大家都认为是香港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就业 包括经济的长远发展 说完那六大产业之后 你六大产业现在都在胜 就是说其实真本是没有资源的 你都不记得那六个是什么 我都记不完 但是 高屋教的 医疗 是 说了多久 那六块地 就是医院那些还没办 还没办法 还在土地争拗中 环保 证证 认证 全部都 等到他来都已经睡着了 但是呢 近年 香港社会最关注 或者最多人 就是社会上引起最多的讨论 和不满的声音的问题 贫富懸殊 现在已经不仅是香港了 大家看 已经不是说梅里花革命了 已经说美国的反华尔街革命了 今天是多少日 今天是十四日 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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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围华尔街 包围华尔街 是的 这个已经说了 他已经说了 真是蔓延全世界 这个的确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资政报告 很有趣的 我们看见曾荫权他怎么说呢 他在第191段说 这些贫富差距 带来这个再分配的要求 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工作职位两极化等等 就是全球人才竞争 本地条件 优效的工作等等 就是低技术工作 收入停滞不前等等 就是全球化 所以他就说 你们社会会出现一种呼声 希望政府介入 做再分配 其实呢 你们就对政府角色的期望 越来越高 但是其实他的潜台词 就是说 我做不到的 这个是大势来的 全世界 你不要跟我说贫富差距 那个问题 不要叫我做财富再分配 第一 我想很多人在香港 尤其是不是说财富再分配 财富再分配 但是呢 他就把这件事 推卸了下去 全球化的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 说不到那么多 我们做不到那么多 大家 大家顶硬上 喂 不是 我们其实要求他做的事 只是一些最基本的 就是保障一些公平的原则 譬如在劳工方面 譬如在一些 真是有需要的人 就是不要告诉我 就是说那些人住劏房 而还有个小孩 又没有饭吃 就是十元吃三餐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富裕社会应该要忍受的东西 然后呢 你说政府不理福利 集中经济发展 OK 经济发展做了些什么呢 刚才也说六大产业 是不是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六大产业 四大支柱 唯一一个 真是可能 觉得政府做了事 可以帮到他 就是哪个 哪个 金融 金融也不是帮很多 不过难过 还有另一个 就是这十个之外 政府不敢提出来的 第十一个 那个就是地产业 除了这些之外 究竟政府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这十年里面 就是发来发来的地产商 不过我想说回这件事 就是 其实这个司令报告 有人这样批评 就是这个我说的 就是 Donald请下届特首付抄 因为他很多承诺 就等下一届 其实你们 那套专业盟 发表了这个所谓政光法门 是否其实 希望是否对下届特首 有一些期望 对的 其实 你们那套专业盟 会否有些什么 就是由现在到这个特首选举 除了这个所谓 所谓的 发表这个范本之外 还有什么会做的 其实就是对的 始终一个 不可以期望很多 都是看下一届特首 他怎样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们觉得这个特首选举 一来就不是真的 民主的选举 所以其实 就算现在两英相斗 是不是中央阴点 其实市民又不能投票 所以我们觉得唯一可以做的 最重要的 反而就是 我们要希望将这些候选人 他的讨论 摆回到政纲 那里 就不只是在那里 跑马仔 猜中央怎么想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 公共主义联盟做了一个特首竞选 政纲范本的文件 其实是一个好像 维基式Wiki 你可以一路给意见一路改 加上去 加上去 或者删改 共同创作 共同创作 我们就 当然希望持一些 有些候选人 他们都会多些参与 去听我们的意见 和加一些意见 我们就这样做 我们就分开三个部分 三个大题目 很简单地说 第一个就是 我们觉得要重构社会的核心价值 这些可能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要参与式的民主 我们要怎么去巩固我们的法治 怎么去令到我们保持社会的国际化 香港的国际化 但是第二点 我想也是平衡很重要的 就是如何开拓经济的新领域 这里就是说 金融我们承认的地位 在香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仅是金融业一样东西就可以 然后其他东西就 可以带动 不仅是这样的 很明显 温家宝都告诉我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怎样去提高知识含量 和人力资源的质素 就是再去加上这些创意产业 研发等等 我们可以做到 希望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讨论这个开拓新的经济领域 第三部分 我相信就是社会人士 就是一般市民 我们最关注的各项议题 怎样认到市民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这段时间 当然讨论这个房屋的政策 居屋等等 今天没时间去说那样东西 但其他的问题 包括我们市场上的竞争 是否公平 中小企业 或者消费者 是否得到足够的保障 现在香港这个问题很严重 甚至其实房屋也是 最近都是说 行行都骗人 都会被人拘捕 但有一行就不用 以至到更加重要 我们现在的社会流动 以前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 现在的人是不是懒了 以前我们那么勤力 六七十年代那时 现在不是的 社会真是变了 你勤力都上不了去 那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你大学毕业都是没有用的 你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 你真是前途似这样 六七十年代不用大学毕业 中五毕业都不怕 不用了 曾蔭权也是 曾蔭权中五毕业 都可以进去做政府 做AO特首 你说现在行不行 现在有多少个大学生 可以进去 社会是变了 现在社会的机会不是多了 它不同了 但我们不可以用同一套 就赖别人说不努力 但我们怎样可以帮到他们 那个向上社会流动 怎样做到 怎样令到我们包括环保 医疗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更加移居的城市 是很阔的 讲了很多东西 我们不可以三年两月在那里 去参与 一起去制定 除了发表这份 有什么推动 当然 如果公共主义联盟 作为泛民的一份子 我们就希望协助 令到我们今次的特首选举 是一个 只可以说 是有多少少意义 和参与的一个选举 就不是看别人跑马仔 然后就看下 选择这只鹰 还是那只鹰 其实 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们仍然是觉得 有一个泛民的候选人参与 是会是好的一个做法 而且才可以令到我们 刚才提到的一些议题 是得到有意思的讨论 否则的话 譬如你说政制的议题 你说一些建制派 不想说的东西 他是不会说的 所以我想我们都会协助 协调 希望多些泛民的朋友 出来参选 令到我们可以有 至少150个人 提名一个泛民的候选人 好 我们今天就很多谢 莫乃光先生 就是IT界代表 和公共专业联盟的副主席 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施政报告 和施政报告 和里面的不同部分 多谢大家收看